痛经问题会困扰不同年龄层的女性 然而痛经情况较常出现的人群 主要是包括有痛经家族史 月经血量过多 在11岁以前就进入青春期 以及吸烟的人士 有些人会痛到无法下床 甚至是昏倒 痛经是否说明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呢 那养生时善就带您看中西医 在治疗和缓解痛经上有什么不同 在生理时期 子宫会释放前列腺素 引起子宫收缩 帮助精血排除 如果前列腺素分泌过多 加强了子宫的收缩 就可能造成腹部疼痛和腰酸 这就是痛经 经期两三天后就消退的痛经 大多属于原发性的 并不代表身体有任何的疾病 但是如果整个周期都会有痛经 吃止痛药也无法缓解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排除是否有疾病 导致的激发性痛经 可能导致激发性痛经的疾病 包括子宫肌瘤 子宫膝肉 以及子宫内膜异味症 一般可以通过超声波扫描 来诊断这些问题 每四到五个女性就有一个 会患有子宫肌瘤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会导致 有月经方面的症状 主要要看这个肌瘤的体积 以及它生长的位置 所以不是所有的肌瘤都需要处理 但是如果肌瘤长得过大 或者是长得速度太快 又或者它会导致有月经方面的症状 那一般我们会建议加以治疗 主要治疗的方法还是通过手术切除 如果女性进入更年期后 这个子宫肌瘤大部分会逐渐地缩小 从中医的角度而言 痛经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不痛则痛 常见的原因是气质血瘤或寒凝血瘤 这些会导致子宫的气血运行不通畅 气质血瘤型的女性 一般压力会比较大 情绪比较暴躁或者是抑郁 寒凝血瘤型的女性 一般都是喜欢吃深冷的食物 或者是生理期间长时间待在冷气房 第二类型是不容则痛 常见的原因是气血虚弱或肾气亏损 导致不能牧养子宫 患有痛经的女性 一般我们会建议他们吃一些补血 又可活血的一些食材 比如黑木耳 黑木耳是常见的食材 也是中药 它的腥味比较平和 主要的功效是滋阴补血 活血化瘤和润肠痛便 严重的痛经如果不治疗会导致什么后果 另外中医也要示范通过耳朵的穴位 来治疗痛经问题 不过先来看看厨师怎么样用黑木耳 做出能够帮助缓解痛经的料理 今天我要做的是当归黑木耳纸包鸡 如果喜欢比较脆的口感 可以选择干的黑木耳 泡发黑木耳只需一到两个小时就能泡软 如果超过四个小时恐怕会产生细菌 鸡腿用盐 五香粉 花雕酒 油 姜黄腌90分钟 把红葱头 当归和姜丝切丝 跟黑木耳 鸡腿一起用烘焙纸和铝箔纸包裹 送入烤箱以180度烤20分钟 烤好后取出 撒上香菜枸杞点缀 照超声波也可以诊断出子宫是否有长细肉 如果子宫长了细肉 我们一般会建议进行内窥镜手术 把细肉切除 针对痛经问题 中医的治疗方向是调血止痛 注重疏肝里气 活血化瘀和益气补血 根据中医的经络理论 耳朵就像全身的缩影 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在耳朵找到对应的穴位 耳针可以调节内分泌 生殖器以及禽质 那研究显示呢 中药配合耳穴能帮助缓解痛经 在耳针治疗之后呢 我们会在病人的耳朵上贴上穴位贴敷 在痛经发作的时候呢 病人可以按照我们的指示 在穴位上按一到两分钟 一般黑木耳是用来做菜 现在我要教大家用黑木耳来做一道甜汤 清洗黑木耳的时候可以加两勺淀粉搓揉 以去除残留的沙粒和杂质 番薯削皮后切丁 跟姜片 黑木耳 红糖 红枣一起加水煮20分钟 三种颜色的番薯提高脉象 有助增添食欲 严重的痛经如果排除了子宫肌瘤 以及子宫膝肉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子宫内膜异味症导致的 子宫内膜异味症是相当常见的 它指的是子宫内膜细胞组织 生长到子宫内壁或子宫以外的地方 如果有子宫内膜异味症 除了吃止痛药 不打算生育的女性 可以选择吃避孕药或装上有激素的子宫环 来缓解痛经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就是 尽管我们把这些疾病治疗了 这个激发性的痛经会缓解 但是原发性痛经可能还是会存在 只不过是程度会大大的减少 我们身体的一些穴位 跟内分泌系统有关 病人可以在经期前或经期 蒸酒或按入竹山里穴 或者是三阴交穴来缓解痛经 平均这些穴位可以按痒到三分钟 有痛经的病人如果出现怕冷 四肢冰凉的情况 可以喝红糖姜茶来温津散寒 完解痛经 接下来厨师要做一道食锦黑木耳 切洗黑木耳 虫草花 酒葱和百合 下锅炒香后 倒入油柠檬汁 酱油 芝麻 糖 芥末和油调成的酱汁就完成了 如果女性有痛经问题的话 必须找医生去检查 排除一些疾病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这些疾病不加以治疗的话 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妇产科医生提醒 子宫内膜异胃可能会导致不孕的问题 也可能会增加癌症病变的风险 子宫肌瘤如果长得太大 则可能引发月经的血量过多 而导致贫穴 保兽痛经困扰的女性 平时要注意身体保暖 尤其是腹部不要受寒 在经期前后避免吃生冷的失误 另外应该在月经期 确保有充足的睡眠 避免过度劳累 消耗气血 从这些日常坐膝坐手 注意饮食可以一定存在上缓解痛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